歡迎大家收看4月7日的廣傳媒頻道 廣傳貿論節目 何良茂和大家主持今集的內容 這一集和大家講一個 好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話題 但其實有很多關鍵的內容 大家都不太了解 就是關於美國準備 國會通過禁TikTok 中國的社交媒體 應用程式 TikTok 大家知道 在國際上 非中文、非華語的抖音 在中國大陸 或者香港 或者台灣 就叫做抖音 但在國際上 它有很多語文版本 就叫做TikTok 要講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何良茂我覺得 是最近 至少過去幾個月 講TikTok 和美國現在準備要禁 那個關係 以及一些關鍵的原因 以至分析 是相當全面 很值得和大家推薦一下 以下就是講一講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就是作者 叫做黎窩騰 是在美國一位 都幾資深的評論人 發表在台灣上報 發表在台灣上報 有關這篇文章的連結 何良茂就會在 我們這個節目的 Description 就是大家看Youtube片的 下面就會 將它copy上去 給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原來的文章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 這篇黎窩騰的文章 題目就叫做 中國愛國網紅網民 暴露北京心機多摩陰沉 3月中 美國眾議院高票352票支持 65票反對 通過法案 核心要求TikTok 即中國抖音海外版 在大約半年內 放盤出售給非中國的買家 否則就會禁止 在美國使用TikTok 美國的舉動 在中國引發激烈反彈 中國外交部和官方輿論 一致指責美國打壓TikTok 還指責美國在保護言論自由上 雙重標準 在網上挑起網民 對中國公司在美國 受到不公待遇的憤怒 在不者看來 大家知道不者就是 尼窩騰 中國作出這次反應 雖然在情理之中 但是論點通通都不能成立 美國要針對TikTok 主要是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商業對等 第二,毒害青少年 第三,數據安全 先說第一點 商業對等 中國一早就把所有的 美國大型網絡公司都拒諸門外 當初諸黑百格 田中已經到了不要臉地步 最終Facebook也無法重返中國 可見中國拒絕美國網絡公司 是多徹底 網絡公司 這篇文章 接著繼續 尼火騰說 網絡公司是否能夠互相進入 是一個商業上是否對等的問題 因此 就算TikTok不是精神鴉片 也沒有國家安全之餘 僅僅是商業對等的原則 美國就已經有足夠理由封殺TikTok 中國強辯說什麼 美國公司不是中國趕出去的 是美國公司不肯遵守中國法律云云 這種中國式法治 自己聽過自嗨就好了 這裡要指出 美國沒有封殺TikTok 而是規定了TikTok可以有買盤的選項 和封殺相比 字節跳動 如果字節跳動就是TikTok 和抖音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 如果能夠成功放盤 至少可以保證一大筆商業利益 不會付諸流水 這跟中國把美國網絡公司踢出去 外國公司連渣都沒有剩 形成鮮明對比 第二點 根據筆者即黎沃騰的看法 TikTok最惡力之處在於 TikTok是毒害美國青少年的精神鴉片 TikTok主打的是短影音 從短影音誕生之初 它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就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 就算在中國也不例外 TikTok的中國版是抖音 不僅在中國網絡手一手 認為抖音是精神鴉片的聲音 也都大有人在 比如中國官媒南方周末曾經刊登 一大批抖音弱智正新鮮出路 這篇文章提到 知信被知解 知識成為碎片 人就成了頭位的目標 不用動腦 你只要負責傻傻笑就好了 總結而言 短影音之所以被認為 精神鴉片有幾個原因 第一 每條短影音的時間不長 使用者一條接一條地看 是沒有意識感 時間都沒有了 第二 短影音極容易上印 用開就容易習慣地看下去 這與鴉片上印的情況一模一樣 第三 儘管短影音大部分都似乎人速無害 但多半傳播低俗 無意義空洞的文化 第四 由於短影音資訊被知解 缺乏上下文 通常最刺激感官的部分 被折取出來傳播 於是傳播的資訊 通常流谷了真相 第五 短影音不需要思考 只需要被動地接受 於是很容易成為洗腦工具 在中國 抖音同有成為傳播各種陰謀論 和偽科學的精神鴉片 最近幾年 所謂西方偽史論 在中國大陸大行其道 而且反覆運算發展出 愈來愈驚悚的版本 比如說西方傳教士 偷了明朝永樂大典下 於是才有西方科技發展 換言之 是西方偷了中國的科技 能令到中國科技失傳 講這些東西的人 我都懷疑 是不是知道 永樂大典是一本什麼的書 這些東西寫在網上 反響不會太大 但造成抖音 在網絡上 成千上萬的廢話主 反覆地說 就不但有回音必效應 還可能破圈 比如中國國師級別的國際關係 國師級別的國際關係教授 金燦榮 最近也開始宣揚西方偽史論 因此 就算從最輕的角度講 最輕的程度講 短影音也是精神鴉片 這個不是TikTok和抖音 是如此 外國的短影音 例如Youtube的Shorts Facebook的Reals 還有Instagram的短影音 莫不如此 作者黎窩騰繼續講 但TikTok比以上更惡劣 它不單是精神鴉片 還是精神海洛音 比鴉片的禍害更大 這個主要有兩個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 TikTok引以為豪的不存之備 即是所謂的推薦演算法 TikTok比其他短影音 更善於推送資訊 更善於吸納用戶 有它推廣起來 就更加沒有底線了 從為什麼TikTok能夠短時間 得到最多的用戶 就可以知曉 於是這種推薦演算法 讓青少年更容易上癮 讓更多的不良資訊 更容易傳遞 以是更加成為 傳播精神鴉片的利器 第二項 亦都最重要的 TikTok和抖音 沿用不同的推送原則 TikTok的中國版抖音 是用這套系統 向中國大陸青少年推送 沒有那麼有害的資訊 但在國外 特別在美國 就沒有折制地推送 有害的訊息 在中國大陸 某愛國網紅寫的一篇 從太空人到社媒網紅 中美短影音類的較量 相當自豪地 比較了抖音和TikTok的不同 這位女士 引用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一個採訪節目 當中前谷歌員工 特里斯坦、哈里斯 Tristan Harris 是這樣描述的 雖然看上去好像一個東西 但是中國的抖音 和中國以外的TikTok 並不是完全一回事 尤其是青少年用戶而言 在中國大陸 如果你未滿14歲 這樣你用抖音的時候 平台那邊就會多推一些有益的 各種有益的益智類內容 和正能量的內容 譬如教你在家裡動手做實驗 引導你去博物館參觀 教會你愛國主義 以及有很多教育類相關的 而且中國的小孩每天 只限使用抖音 最多40分鐘 但他們不會推送這些 給其他國家 換言之 中國人將本土的版本 變成了一張菠菜版 就留給中國的小孩吃 而出口到美國等地方的 就是鴉片版 TikTok在美國 並沒有什麼專門 引導美國小孩向善的機制 大人在用TikTok的時候 能夠拆到什麼東西 小孩在用的時候 也都一樣可以看到 而且還沒有使用時間上的限制 這幾年 隨著TikTok的大面積流行 美國中學生的學習成績 普遍降低 這跟TikTok的流行是正向相關的 TikTok可能不是唯一原因 但說它是原因之一 肯定沒錯 這是講第三點 數據安全是美國政府的重要考慮 TikTok的解決方案 完全沒有令人滿意的 TikTok一直在說自己已經盡一切努力 滿足美國政府的有關 美國數據安全的考慮 這個完全是謊言 TikTok提出的方案是所謂 德克薩斯計劃 做法就是 沒有公司自自跳動在美國 成立一間獨資數據子公司 叫美國數據安全公司 叫做TikTok USDS 運營美國數據 而美國數據都存放在美國公司 甲骨文 Oracle 位於美國的雲端服務器 再請Oracle監管進入和離開這個數據中心的實體數據 以確保數據不會構成國家風險 然而 就算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的數據還是由TikTok的人在運營 而且所謂監管 誰能夠保證是嚴格的呢 是不是存在更讓人放心的方法呢 是有的 比如TikTok可以找一間美國公司 全面運營美國數據 TikTok附給運營費 然後再請Oracle監管 這樣 不是就可以更加顯示出TikTok 在色彩疑慮上的誠意嗎 這樣的做法是早有先例的 比如蘋果在中國的iCloud數據 從2018年起 就交由中國政府掌控的雲上貴州 作出營運的工序 根據2017年7月12日 貴州省政府和蘋果公司共同簽訂的 貴州省人民政府 蘋果公司iCloud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蘋果公司授權雲上貴州 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叫做GCBD 簡稱雲上貴州公司 作為蘋果公司 在中國大陸運營iCloud服務的 唯一合作夥伴 而雲上貴州公司作為運營的主體 在中國大陸境內運營iCloud服務 iCloud服務在中國境內使用iCloud 和雲上貴州公司商品牌 向用戶提供體驗 換言之 TikTok的解決方案 能夠讓人放心 僅僅是放在美國 放在甲骨民服務器 甲骨民進行監管 是不足夠的 關鍵在於誰去運營這些數據 TikTok USDS 雖然設立在美國 但是它的自折跳動的 全支持公司 控制權 都在自折跳動方面 老闆的說話 員工即使是美國人又如何 誰敢不聽 更何況 他的員工並非全部都是美國人 還包括綠卡人士 即是很可能是中國籍的綠卡人士 更何況 自折跳動 沒有準備規定本土員工 不能接觸這些美國數據 因此 TikTok明明有更好的方法 而故意不做 那個新加坡中國人周壽之 就裝出一副可憐相 說自己已經做了所有能做的 就一直被美國刁難 這個不是睜大眼說謊嗎 因此 美國針對TikTok是有理有據的 至於中國大陸指責美國雙重標準 事實上 中國自己才是雙重標準 其實TikTok早在2021年 就被印度封殺 聽著是三年前 2021年 印度都沒有搞到這麼多手足流程 也都沒有什麼賣盤的選項 就是一聲令下 一封了事 聽到嗎 一聲令下 一封了事 一下子封殺之後 自折跳動 在印度的投資 就血本無歸 自折跳動 跟中國當時有什麼反應 跟今天在美國的情況相比 基本上就是 聽到沒有 看到沒有 零反應 中國對印度封殺TikTok 是零反應 更何況 印度封殺的 還不是一個TikTok 異議 還到最後一共封殺了 230個中國大陸的流行應用程式 即是那些APP 除了TikTok 還有微信 即海外的WeChat 美國走在印度後頭 最多都是偶像學樣 中國不掩責印度 帶頭封殺TikTok 反而指責美國 起飛本末 導致雙重標準 後來我又跟大家介紹了 這個評論人黎窩騰 這篇文章 可以看到 第一 美國現在不是封殺TikTok 美國只不過要TikTok 還有剝尼和中國大陸的武公司 截截跳動 他還有選項 就是剝尼武公司 承諾一間 上美國公司 或是由美國公司去管理 第二 沒有叫TikTok 收局 只是提供一個選項 黎窩騰這邊文章也說到 印度在2021年封殺 即是一聲令下 TikTok就 拜拜 中國 也沒有 為何現在美國 還要立法 捨得規矩清清楚楚 反而中國 還要吵架 也不是封殺 是叫你剝尼武公司 希望大家參考一下 這篇文章 真是說一句心底說話 很有營養 知識很全面 分析也都很公穩 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推薦 後來我今天和大家講 光傳貿論 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獨立平台 另外也都支持我們點贊 希望大家輕輕一個點贊 幫到這個影片 能夠推廣更多互聯網的用戶 看到 看久了的朋友 或者是 就算新加入 新來看的 首先訂閱 然後加入我們Patreon計劃 考慮一下 Patreon計劃有 泰高城丁老師 到最近杜拜王子 以至到更早之前 金融中心廢墟 這些時事話題 都有很多精準精度的分析 當然更有我們金融圈 提供給大家海外戶口 以至加拿大生活的一些資訊 何林某 多謝大家重期支持 大家都加油 下次知道有沒有吃 再談 拜拜